张玉环回应申请国家赔偿1000万也换不回27年青春年华 有时候不是700万的事儿 说的也对 有可能他这一辈子挣不了700万 可是他的家毁了 能买回我26年的时光吗 近日 网上热议张玉环有可能拿到300多万 400多万 700万等多种数额的国家赔偿金 8月9日 张玉环回应即使给我1000万 能换回我27年的青春年华吗 这件事搞得我家破人亡 妻离自散 谈到未来的生活 张玉环称 她与前妻宋小女已经离婚 尊重前妻的选择 希望她能生活得更好一点 张玉环告诉记者 自己现在更多的经历 是赶快融入这个社会和陪伴家人 还没有考虑到要找个老伴重组家庭 这20多年来 母亲兄弟前妻儿子等都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我接下来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弥补他们 我接下来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弥补他们的 我接下来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弥补他们的